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脱口秀演员Tony Cho 欢迎你Tony 欢迎欢迎 上次来我们节目是2015年了 对一转眼八年了 八年上一次来我们节目是因为你来美国演出 这一次也是听说在纽约已经演出了 这个不短的时间了两三个月了是吧 对两三个月的时间一直在演出 而且是在各个地方都有演出 这个上一次来纽约就是八年前 然后这个中间来过来过美国演出 但是这一次又回来了 所以很亲切啊 又回到见到大家 这一次主要是在纽约市演出吗 还是也有其他外州的演出 大多数是在纽约 但是也会在外州有 我月底就会去那个Detroit Detroit有一个演出 然后在纽约基本上是哪些场地 是这个专业的脱口秀俱乐部 对我今天其实就在纽约的一个特别著名的脱口秀俱乐部 叫Comedy Seller 可能熟悉脱口秀的人比较知道 就这个俱乐部 它其实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个脱口秀俱乐部 就是在上面演的全都是一线大牌 就是美国的顶流 全是在这个 这个每天晚上有三四场演出 到了晚上凌晨一点两点了 就是外边还排着大长队 这种地方就是当天是买不到票的 那什么样的机缘 令你能够登上这样一个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舞台 我是觉得就是纽约非常多元非常开放 首先第一个呢 因为我原来也来这边演出过 也有一些这个connection 就有一些朋友 所以他们也会就是推荐 业内的朋友 业内的朋友 因为你要知道去这样的脱口秀俱乐部演出 在美国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它不光是要有人推荐 还是要有这个TV credit 就是你要上过电视节目 因为在像Tom Lee Seller这样的演出的演员 所有的人都上过就主流的电视节目 或者有自己的影视作品什么的 所以这个很不容易 所以我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美国脱口秀的朋友去聊 我说我今天晚上在Comp Lee Seller演出 他们都惊掉大牙 他们说啊你要去那 你怎么去那演出的 都是同样的问题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他们也很好奇 就是因为我是从中国来做表演的脱口演员 这个其实他们很少见 几乎是没见过的 在这边是有些华裔 那你觉得跟这个有关吗 就你能登上这样的舞台有关系 因为脱口秀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是讲自己的相关的经历和故事 就是说你的视角和你的原创的作品 非常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 这是他们非常看重的 是跟他们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都是聊的是美国当地的生活 对对对 我这讲的东西完全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甚至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讲的有部分内容 我都听不懂 就是美国演义里面的一个典故 西游记里面的一个人物 这个需要你对这个 我们说你这个语言文化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度的了解 你才能够抓到那个点 但你说在美国可能我们生活了很多年 但是可能我们的这种文化背景 你受的教育 你对他的这种传说古籍或者是历史故事 你没有那么了解 那你可能就不知道这其中的弯弯绕 对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英文叫reference 就是你讲的相关性 相关性 完全不懂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去听台湾脱口秀演员讲中文的脱口秀 有的时候你也听不懂的 他也会有这种文化相对的差异 对 那在你看来 就是在美国讲脱口秀 在纽约讲脱口秀 和你原来在国内讲脱口秀有什么不同 其实因为我来这边主要是讲英文的脱口秀 你原来在中国也讲嘛 对 在中国也讲 那是很不一样了 因为你在中国讲英文脱口秀 观众是外国人吗 对 老外比较多 也有一部分是留学回来的人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在这儿讲 我这次讲的内容 全部都是在这儿 比如两个月新写的 真的 全是新写的 那大概是什么方面的呢 就是我作为一个刚下飞机的 从中国来的人 讲的纽约生活的一些体验 包括可能中国和这边的事的一些 不太一样的习惯呀 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你在中国讲脱口秀 你毕竟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讲 对 即便是老外来到中国 他其实是知道的 这个框架他很熟悉的 但是在这边 你想你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观众 很多人不了解中国 甚至很多人都 甚至有个别的那个人 他完全不care中国 所以你必须得讲跟他相关的事情 而且这边的观众也不一样 因为纽约不同的地方 我前两天演了一个演出 在一个情侣里面 就下面就是五六十个观众 来去二十多个不同国家 二十多个不同国家 有的人也不是说英语的人 那你像很多纽约的当地 讲得很好的演员 在那讲也不管事 他们就很崩溃 就有的人说我再也不来讲了 我讲什么那么多听不懂 甚至讲地铁的笑话 有的人还没坐过地铁的在这 所以你看这就是脱口秀的挑战性 就你在不同的观众面前 你设计的那个context 就那个语境不一样 很微妙的一点东西不一样 你讲的东西就得觉得有变化 那其实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 在纽约可能挑战最大的 因为纽约是一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可能呢 因为这种纽约它的独特性 有很多人是来旅游观光 或者是短暂的居住 那他们呢又非常想体验 这种美国的文化 因为脱口秀其实是美国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可能大家就说 有脱口秀我们居然去看看 不管听不听得懂我们去看看 但是对于台上演员就说 为什么我说了这么半天 你们怎么不像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 有些事特别有意思 其实脱口秀俱乐部比较好的 基本都集中在格林威治村那边 Greenwich Village 然后就那边其实你会发现 我就有点不适应 这边的脱口秀俱乐部门口 都有一个叫巴克尔的人 就是叫卖的 就是巴克尔 我后来就理解了 因为很多的就像你说的 游客来那边 而且那边都是一些文艺青年 所以他就是anyway 要找个地方去看一些演出 找点活动 所以那个很管事 国内没太有这个情况 那在你看来 就是在这边 我们说他的 因为这个文化本身就不同 那可能对于你的创作呀 包括你讲的内容都有不同 那你觉得 中国和美国讲脱口秀 它的笑点差别大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一样 差别非常大 其实我本人还好 因为我说实话 我一直感觉是在英语的sing里面 我即便在国内 我的脑子其实是这边 因为你还做过新东方的老师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你看现在中国的中文的脱口秀 你就会发现跟英文的脱口秀差别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他讲个人主义 其实你看脱口秀本身就是个个人主义的一个表演形式 个人英雄主义对吧 他什么都不借助 他甚至连自己的道具 连这个什么灯光武美这些东西都不需要 那他拼的是什么呢 你想这个形式他跟所有的带声光电的形式 都共存了这么多年 他为什么还没有被那些东西淘汰呢 他表现力又没那么强 他一定是思想的东西 他一定是脑子里面的东西 所以西方人他在讲脱口秀的时候 他讲是在讨论问题 是在给你讨论一些社会话题 是在讨论对生活的理解 它是个智力性的东西 而且他有一定的反思 他通过这种笑话 他让你有所悟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通过就现在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特征 就是他是好笑是结果 好笑并不是他的目的 他的结果是让大家笑了 但实际上你想想的那个笑话 都是对生活的东西的一些感悟 而且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孩子 他的成长环境从小是非常讲究这个独立思考的 他没有正确答案 他很多的时候是要你自己去观察 自己去经过自己的逻辑推理 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而且是你只要有这一套的这个 reasoning 是吧 就可能会被接受 但这个我觉得国内的这个 我们大多数的同学的这个成长环境 都是一个填鸭式教育 所以很多的时候他的思维是我们特别擅长做数学 我们特别努力 我们特别擅长做工程的东西 但是对于文化创意的东西 它是需要这种天马行空的这样一个环境 才会更有创造力 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国内的这个脱绣 就是很刚起步 我一直把它比喻成相当于美国的80年代 就是他第一个市场上是非常的爆发期现在 但是从这个内容上来讲 其实还是比较初级的 就是他的原创性和他的个性 还远远达不到像美国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你在美国创作 我们说因为本来就有文化差异 虽然你一直都在英文的语境当中创作作品 但是毕竟它两个这个社会体系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觉得到了美国来之后 在创作上面 你是不是也会遇到瓶颈 这个是优势也是劣势 就是美国的脱口秀文化是什么的 就是你越不一样我越看你 这个国内不一样 就是国内大家都会觉得一个陌生的东西 大家天然比较保守 就说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受你 这边就是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特殊的视角 我从来没有说你会这么 因为西方人会觉得脱口秀是一个镜子 在这个镜子里面 他们能看到自己的样子 所以其实你讲脱口秀 讲你的生活感受 而且讲吐槽他们 他们特别喜欢 就是所以他会觉得你折射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在这时间长了 已经看不见了 那当然就是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要跟这边的观众要发生共鸣的话 必须得多少的跟他们的生活发生联系 那我在国内讲了很多东西 你是怎么做的呢 那没有办法 因为你讲两场你就知道了 你原来在国内很想的 有些段子可能在这大家不理解 或者它的线不太一样 那很微妙 国内有国内的自由 你知道吗 就是这边有这边的约束 这边因为很多是社会的共识 就是你讲一些东西 很多很edgy的topic 在国内根本就不是事 咱这边你要特别特别的 注意和小心 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 即使因为你无知 然后大家会觉得你的视角很不一样 同时你要知道它的lie 它的规则是些什么东西 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过程 你觉得这两三个月你摸到了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规律 或者说它这个行业的一个规律了 有啊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你要比如说我 当然我在这儿写的一些段子 可能在体特律 或者不管事 你比如说我讲 我讲法拉圣的一些段子 或者我讲这个 真的 你要讲法拉圣 什么段子 我不能讲 就说喷法拉圣的段子 我就比如说涉及到所有人都讲中文 可能然后那儿 其实我说中国其实比法拉圣要好 什么之类的 其实老外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不了解 而且我会觉得 我说我住在 我现在待在法拉圣 然后这个 我说 a place where you all guys believe I belong to 他们就会笑 它其实就是跟他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印象 什么发生关系 然后这个地铁 讲一些地铁的段子 一些公共交通的一些内容 包括有不同的自由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在生活 你自己的 就是每天的生活当中 你就寻找素材 是的 因为脱口秀就是这个形式 就是你的生活体验 我们讲 turn your life 其实往往都是一些problems 都是一些问题 把你的生活的问题变成笑话 turn your life problems into punchlines 这个是美国的脱口秀 我觉得好像听你说起来 你现在已经非常适应美国这个大的 这么一个脱口秀的环境了 是吧 对 我所有人都给我留言 说我说你怎么一来就容你去了 我说我不存在容 我本来就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我即便在国内的时候 其实我们因为演英文脱口秀 有一些演员都是美国的演员 所以他们也是很多是在中国 你知道吗 才开始投球演出的 然后后来很有经验或什么之后 又回到了美国 然后在这个市场里面 而且我发现其实还挺lucky的 就是在纽约作为脱口秀开始 太难了 对 太难了 这边的如果作为一个starter 你不可以想象 可能比如说八年前 我如果是在这刚开始做脱口秀 我可能就放弃了 上台机会很难得的 比国内简直是难太多了 好 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Tony哈 你说你才来美国演出两三个月 你就能够登上如此有这个标志性的舞台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美国 华裔说脱口秀 非常少 屈指可数 那成功的就更少 那你是如何做到的 作为一个我们说这个天外来客 是吧 突然空降纽约的这么一个人 是如何做到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 能够登上如此重要的舞台 这个因为第一个就是 我虽然只来了两个月现在 但是我做这个已经做了十年了 对 所以首先你得有专业能力 第二个呢 就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些connection 就是说在美国它讲究信用 讲究credit 因为你在中国和很多美国的脱口秀演员 合作过是吗 对 因为很多的美国的大牌 在中国巡演的时候 我会给他们开场 所以就是也认识了一些这边 非常有名的脱口秀演员 而且其实八年前 我们一起在这边演出的演员 现在都已经变成大明星了 比如Ronnie Chen 什么的 我们在北京也演出过 然后在这边也 而且就在这个演播室了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鞋队角 就在北方大道上 当时我们一起做了一场 当时他是刚来纽约一个星期 在Daily Show做correspondent 当然他是华裔 他不是中国籍 他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人 所以第一个就是 你得有专业能力 第二个就是 你得有人去推荐你 而给这个俱乐部的 这个decision maker 比如说booker 或者是boss manager 然后他会要你这个tape 他会要你一个视频 他会看一下 你的演出是怎么样的 所以OK 你给他这个视频看一下 他觉得不错 OK 他就要求你来演出 所以这个 就既得有实力 又得有这个机会 然后还得看你的表现 因为我也是在这边 每天我都会去各种的 其实那种免费的厂子去练习 真的 open mic 我每天都会去 因为我在这边要研发内容 我在国内内容 我可能只有一个段子 两个段子 是跟国内有关于 就是在国内讲的 所有的段子都在这边新写的 这些段子新写 是必须要上台去试的 就你写出来之后 是要跟当地的观众聊 看当地观众的反应 有没有反应 有没有反应 哪些地方需要改 哪些地方是有什么问题吗 是没说清楚吗 是哪个地方可能是话题有问题吗 是观点可能接受不了吗 还是说这个结构不太好 还是措辞不太好 因为毕竟这还是我的第二语言 这还不是我的母语 我还不是这个ABC是吧 对 所以而且我在讲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节奏上 也每一遍也在变化 所以这些东西是都要去打磨的 所以也是一点一点的在变好 在这边演的过程当中 我每一场都有录像 我录了像 会是会看 对会去看 而且是这个录像本身 就是要给可能其他人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 因为我去了不同的club 都会邀请我去演出 然后也是可能在这儿 演了一段比较好的 然后给他看 这个不错 因为国内有的时候 那些视频 他看着挺热闹 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关联性 因为讲的东西 他听不懂可能 对吧 所以你必须得这边 更直观的让他感觉 那怎么办 你只能面对这边的 这边的真实的观众 对吧 所以这就是 在这边也很荣幸 能够上Comet Seller 应该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第一个中国人 就是从中国来 中国来的 因为我确实是全世界第一个到国外去演出的 2014年开始就做这个演出了 我会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 其实我们说少数族裔 就是在美国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我们受到了很多不同的不公的对待 但实际上我说脱口秀的舞台 就是给这种少数群体的设定的一个艺术 各种各样的minority 不光是racial minority 就是不光是你这少数族裔 你的信仰是少数的 你的身份是少数的 你的状况是特立的 这在脱口秀里面是优势 所以这个是恰恰是 我是觉得跟真实世界是互补的 我是觉得在这里 其实也能听到很多我们真实世界当中 一些被忽略的声音 或者被遗忘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有豁免权 我们可以自由的去 去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随便说什么 对 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我就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我们说 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 它当然除了这种 我们说给大众带来这种休闲愉悦之外 它都会对现实 或者是说对人类的未来 做一些启发思考批判 是的 脱口秀其实也是这样 脱口秀是最直接的一种批判 对吧 别的你看艺术 它还有一个所谓的这种形式感 无论绘画音乐还是电影 对吧 它有很强的仪式感 脱口秀我们恰恰就是打破了所有的这样的 我们叫第四堵墙 我们是没有第四堵墙的 是直接跟观众在说话 它是一个最原始的 也是一个最真挚的 最直接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甚至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应该叫艺术 那你是怎么样把你自己这种小数 因为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期间 对这个华裔在美国的这种地位也好 或者是说他受到的偏见也好 其实和之前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差 之前不能说当然有歧视 只不过是没有这么赤裸裸 那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 反而是让亚裔很多这种各行各业的 尤其是艺术界的人 展露头角 是因为因为他们被打压 所以他们更被关注 那那那你作为脱口秀演员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你在这个舞台上是如何去强化你的身份 去如何去抗争 用你的这个角色去抗争 我来这做脱口秀 做英文脱口秀 我觉得比在中国做脱口秀容易多了 因为我不用去找这个perspective 这个perspective是每天泡泡打在你的脸上的 因为这就是你的生活呀 你每天在生活当中可能有struggle 可能有很多可能不舒服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东西就是你的素材 你不讲这些东西 你讲什么呢 你要回避你的生活吗 你要去说我讲什么 大家会喜欢 No Stand of comedy is all by yourself 脱口秀就是关于你自己的 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容易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强化我这种标签 或者这种视角 也确实是我觉得很有意义 对于我来说 我的价值观就是 我觉得我更喜欢做国际的英文的演出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能够在这样一个语境下 能够跟国际社会有交流 因为我觉得西方人 他好像对中国人并不是多么的熟悉 我所谓中国生活的人不是华裔 就是他可能会 简单会看到一些新闻啊消息 都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 但是他不太知道这个人民 老百姓他在平时在想什么 在怎么生活的 你的生活感受是什么 我一直觉得 艺术家是一个民族的名片 就是任何一个民族 他是通过一些很具体的一个电影 一个音乐 一个诗歌 一个段脱口秀来了解 你是怎么想的 你这个民族 所有人都会觉得 那中国人有没有文化 我不知道中国人的生活 我完全没有概念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 把中国人的文化 带到美国人面前的一个方式 这可能是一个视角 这不是中国人的文化 这是美国人的文化 这是西方的文化 我是在西方人的文化里面 其实在讲我们的所思所想 和我们的思维方式 和我们的感受 对他们文化的一些感受 有的可能是有一些不太适应 有的可能是喜欢 也有一些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他们都说我们 什么亚洲人吃狗肉什么的 我说你们还吃那个松鼠呢 我说这个对我来说 特别shocking 我还是觉得松鼠比狗 可能也不比 那个level也不比狗低吧 我也觉得很可爱 也不应该去吃 所以你看他们也不会觉得 这个是个问题 他们take it for granted 对吗 所以就是 就是我说觉得 这个是我更感兴趣这个 我觉得一个 做吐口秀的感受 就像去滑雪 这个喜欢滑雪的人 他总喜欢 或者去冲浪 总喜欢去说 OK我要去一个新的山 去一个滑一个野雪 我又征服了这个山 我又玩了 那个新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很刺激的 很有意义的 那在你的这个选材素材当中 或者说在你最近创作的 和纽约的段子当中 你最满意的一个是什么 没有最满意的 没有最满意的 where men dress like women and women dress like nothing 然后我说我在这儿待了 两个星期之后 我现在我被我的字母表 都变成了 ABCDEFG H I J K H I J K L G B T Q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边 大家非常liberal 对吧 然后我还开开笑 我说 我说 You guys are so specific with gender distinction I went to the Levi's Jane store the other day and there was even a section that says straight 就是我去一个牛仔店 对 卖牛仔裤的 我说都有个地方写着straight 我说你们到处都有关于 这个性别相关的意识 相关的东西 这些东西 他们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 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不会这么想 或者我们take it for granted 但是我因为是一个outsider 我对很多东西都很敏感 所以我就会把这些东西 及时的就变成笑话 那关于你的这个亚裔身份的表达 你有选取素材吗 我第一个笑话 就是my name is Tony Cho like here are people having problems pronouncing my surname my surname spells like C-H-O-U you pronounce Cho or Chu but actually in China is pronounced COVID 所以我第一个笑话就告诉他 我是从中国来的 就是在这边 他可能就会觉得 如果不提的话 他觉得你就是Asian 他也不关心 你是不是America born Chinese 还是Korea 所以你要强调你的这个身份 对 我跟Asians不一样 我没有在美国的社会当中 我是outsider 所以我第一个笑话就要告诉他们 who I am I'm visiting from Beijing I'm telling them you guys know that Beijing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city in Beijing 这是something related to my background 所以他们就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笑话 你看很好拖显员也是这样的 他的人物是非常清晰的 不一定是刻板一样 而且他的人物是非常清晰的 他的每个笑话 都是跟他的人物有关系 而不仅仅是去指示大家笑了一下 就而已 就你要把很多的议题 你很多的思考 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内容创作当中 对 而且你的价值观是统一的 你的人物形象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到底是一个反对一切 对世界上所有一些东西都怀疑的人 还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 还是一个外来者 所有东西都很陌生 还是一个 就是他是所有的 就是人物性的一个塑造 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就像其实电影也是这样 你看他的人物不可能出现 当然有人物成长和人物糊光 但是大多的时候 这个人物是稳定的 他说的话就是他的话 不可能说他为了取悦你搞笑 然后丧失了他的人物形象 所以这个是需要 我觉得是需要强化的 当然这是成熟脱口秀演员的一个特征 其实我有看到就是网络上 有你一些 比如说在你刚刚提到这个新冠疫情 你疫情期间创作的作品 然后是在这个BBC的网站上 你是和也是和这个美国的脱口秀演员 一起合作的 这么一个小段子三分多钟 我觉得那个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当时有一句话 你说你希望让这个笑话比病毒传播的更快 在当下的那一种环境当中 对 是因为当时那个就是 正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lockdown了 或者在家居家隔离 包括全世界也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BBC的记者就找到我 他这个创业挺有意思的 他说 他们说就是想一个美国的演员在美国 因为他本来是在中国 他也是回不去了 因为那个疫情 我正好是在中国在居家隔离 所以正好他们就做一个连线 就是来聊一聊疫情之间的一些 一些不同的地方 疫情其实对我们这个产生很大影响 对演出的行业 当然 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 我八年前来上节目的时候 有的俱乐部现在都已经关门了 就是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永久关门了 因为没有办法演出 他房租很贵 各方面就 所以现在也在一个大戏牌过程当中 我八年之前在纽约演出的时候 很多那种open mic都是免费的 现在演员上他都要交钱 在纽约演员上他都要交钱 就你要付费才能演 你要上 为什么呢 其实我后来知道了 因为场地他也很struggling 因为他要付房租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还在有一定的影响 还在 还没有完全消失掉 还挺不一样 我就觉得说在北京当时疫情的时候 我就写个笑话 我说在北京我就觉得整个疫情 就像奥运会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 I think the coronavirus the whole thing is like olympic games you staying at home watching the getting higher faster and stronger 就看来更高 更快更强 那个病例每天都 都变成那样 It's like olympic games because America has always been leading 就是美国那个走势遥遥领先 有一段时间 那个数字都是遥遥领先 当然还有一句话 可能有点edgy 我说everybody believe China cheats 这个可能有点edgy 但是这个就是comedy就是这样 它不可能让你所有人都舒服 对 你提起来这个东西 但是让大家又觉得有点紧张 又有点好玩 所以才会更有意思 那你形容的非常的形象 因为本来奥林匹克运动会 也是这个国际盛会 确实也就像你描述的那样 整个疫情的状况 而且美国确实交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